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我是音音,今天邀请到人员投顾分析师林志龙,龙哥你好, 音音你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联发科明天即将推出5G的旗舰晶片,那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利多,那么投资朋友该怎么看呢?龙哥, 是的,在谈到联巴克之前,龙哥想先跟大家谈一下台积电,台积电先前把说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分析过,台积电这边上修他的资本支出,所以他的先进制程会持续领先, 他这边国际大厂在台积电投下金元代工的一个产能的话,那这边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厂商这边会因为台积电先进制程领先而受惠,包括在美国挂牌的NVIDIA挥打, 我们可以看到NVIDIA这边股价是持续创新高,最主要就是因为台积电这边技术领先,所以他们的产品也能领先市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联巴克也是其中一家受惠厂商,我们可以看到联巴克这股价是走了一个大多头, 那为什么联巴克会这么强势呢?最主要就是这边的高通的晶片出了一点问题,高通先前因为这个神送一个低价抢单呢, 所以高通有部分的晶片是转往这个神送去做代工, 那我们可以看到神送这边技术出了点问题,良率呢一直跟不上来, 所以高通这边的晶片呢,出货也跟着被拖累了, 那跟着被拖累这边联巴克这5G晶片就一时间成为市场上的宠儿, 你可以看到目前已经传出来5G晶片涨价两成呢都还是有厂商愿意去做买单, 那联巴克这边5G晶片持续往上报价带动营收持续往上涨化, 那5G这边还能做期待吗?我们先来看一下这5G先前的代表, 这621升的这个联帽,先前呢这个同伯基板因为5G呢上涨走了一大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联帽呢已经呢盘出了一个头部来, 盘出了一个头部来我们可以看到,那这边5G呢这边中根认为就要开始去做小心了, 这边先前只要提到5G这边就会做上涨, 但是这边你反倒是要留意5G呢会不会开始过了,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盘面上呢只要提到5G利多了, 大部分呢都是只有呈现小涨, 甚至是开高走低, 那这种前行你就要开始留意是不是, 接下来会不会一个头部成型, 然后走一个下修阶段,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 那至于说为什么5G目前呢会有这种情形, 会开始进行一个做修正的阶段, 最主要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呢目前呢打算打算怎样把这个去美化的一个转单效应呢转化成一个国产化, 我们可以看到先前我们也在跟大家提醒了这PA族群, PA族群呢这边也是因为中国大陆要去美化转为一个国产化, 所以PA这边也是做了一个修正, 那PA之前涨这么多其实也是因为5G的情形, 所以接下来这边中国大陆持续国产化的一些个股呢你就要多留意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华硕或是2353的这个宏记呢目前也打算把他的品牌呢在笔电代工呢转往中国大陆去做生产, 你可以看到连这种台湾的品牌这边都要开始中国大陆国产化, 那你就可以想象后续这笔电代工呢会有多大冲击, 那笔电代工有哪些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3231的伪创或是2382的这个广搭, 甚至2324的人保啊都是在都是所谓的笔电代工, 那他们毛利率呢一向都不高, 大概都是保三保四, 那如果他这些单子在被抢走的话, 那你可以想象这些代工厂商呢会有多大修正, 所以目前我们认为呢, 只要跟红色供应链有关系的话, 这边短线上你应该都先要避开一下, 那回过台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大盘呢目前就是走一个300点的区间震荡, 什么样的区间呢?11400到11700300点区间, 那你可以去细数一下, 大盘呢已经几天没有过高了, 目前的大盘呢已经的10来日没有过高了, 那只要这边呢继续震荡的话, 你就要提防大盘会不会开始在这边盘头, 一波浪理论的角度来看, 这边只要跌破, 跌破呢11月11号的低点, 这边呢就是M的右边成型了, M的右边成型呢会怎么走, 投票你可以看一下今年的5月, 今年5月呢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在M的右边的时候, 这边开始成型往下杀了800点, 所以这边11月11号的低点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那回过台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你应该去做如何去做选股呢? 在这300点区间有些股票, 好比说我们刚刚提到5G概念股, 我们不能去做追价, 那不能去做追价, 这边资金会开始从高频价这边流出来, 那到底会流向哪边呢? 中哥认为会流向一个低基企业个股, 就好像我们一再提到, 在区间的时候, 这边大盘在上涨的时候, 会有个股呢还是会有股票在破底的, 但是大盘在跌的时候, 还是有股票会上涨的, 所以这边资金会开始从高频价个股, 流向低基企业个股, 那这边自动哥整理了一份资料, 因为目前Q3财报这边公司, 大部分都已经公布完毕了, 那这边Q3财报, 角出亮眼成绩单的有哪些公司, 中哥会把重点放在这盈益率提升的公司, 为什么我们要把重点放在盈益率提升的公司, 因为这代表公司的产品或是经营效率, 已经开始优化, 因为这边优化, 它的盈益率才会跟着往上去做提升, 所以这边有几两个股, 你可以去做留意, 包括我们先前一再跟大家分享的台电概念股, 你可以看到1560的中沙, 或是1773的胜益, 这边盈益率都是跟着往上去做提升, 所以投资票这边不妨去从这边去找寻, 有哪些股票我们可以进场去做布局的,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边即时买卖点了, 就请投资票可以追踪志龙哥的群组, 股东人胜, 以上谢谢, 是,感谢龙哥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盘中及时消息, 以及选股策略的话, 记得加入龙哥的Lineator, 那陈金指示通,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